不少人都開始關注自己的健康 但身體水份這件事 有時會被忽視 美國國家心肺血液研究所 心血管再生醫學實驗室的研究員發現 不保水的人 更容易患上心臟 和徽補疾病 並且過早死亡 他們分析了 11255個人的數據 研究員Natalia 說 當身體水份不夠的話 會影響15種生物的標誌物 好像是血壓 膽固醇 血糖等等 而適當的水份 可以減慢衰老 並且延長無病的生活 他們也提到 世界上大約一半的人口 沒有達到每日6杯的 最低水份涉入量的建議 女性要每日涉入9杯的水 而男性就最多涉入12杯 補充的液體 可以來自水 果汁 咖啡 茶 蔬菜 和水果 另外也要仔細觀察自己的養物 因為有一些的養物 是有脫水的作用 另外千萬不要等到口渴 才喝水 台灣營養師 力越胃就說 出現以下的狀況 就要盡快補充水份 第一就是頭痛 由於大腦八成是水 水份不夠 細胞會萎縮 將而造成神經發炎 而引發頭痛 之後就是嘴唇乾裂 和口氣不好 第三就是容易有飢餓感 身體能量代謝 需要水份參與 當身體水份不夠的時候 營養素無法吸收 而當產能不夠 身體就會產生進食訊號 第四就是疲倦 當身體缺水的時候 血液循環會變慢 組織和器官的氧氣輸送會降低 就會覺得累 最後就是水腫 水份可以幫助多元的拿排出 減少水腫的問題